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爱弃梁洁华离世的最后一刻 对他承诺自己将会终身不娶 希望两个人来世再去情缘 此外呢 黄日华也表示 自己早已经买下了夫妻的墓碑 将在百年之后与梁洁华合葬在一起 死生气阔 与子承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或许这就是用来形容黄日华和梁洁华之间的美好爱情吧 虽然黄日华已经是无法与梁洁华一起相复到老 但这份深情呢 显然是早已经操脱了生命的局限 当然了 黄日华与梁洁华之间极致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 也早就奠定了两个人生死不弃的一生 1980年 还在无限第九期议员训练班学习的黄日华尚未正式出道 毕时他还不是TVB的五虎将之一 还没有上演痴情的过境 更非一波云天的乔峰 但就是这样一个青涩的少年 却是在实习的时候 意外地结识了人生当中唯一的伴侣梁洁华 梁洁华比黄日华大上一岁 1979年 从无限实联班毕业之后 梁洁华陆续地在一处留乡 上海滩 女黑侠木兰花 轮流转等电视剧进行表演 但是多为无名无姓的龙套角色 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同在一个公司的两个人 理所应当地在合作当中相识 当时黄日华扮演的一位嫖客 而梁洁华则是很巧合地扮演了一名妓女 两年之后 黄日华和梁洁华从同事朋友关系 正式升级为情侣 当时黄日华表示 欣赏对方的细心又温柔 梁洁华则是表示 喜欢对方的敦厚老实 不过在相恋仅不足三年的情况之下 两个人却因为性格的问题而分手 与此同时黄日华还和邓翠文传出绯闻 导致后者在当时还被误当成了第三者 虽然后续在黄日华与梁洁华两个人 共同否认的情况之下 算是解开了与邓翠文的误会 但是分手之后的黄日华 也确实短暂的有过一切别恋的举动发生 而对象则是大家熟悉的 龚慈恩 只是两个人相爱数月之后 仅易分手告终 虽然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但是细细想来 估计也是一时冲动 在互相冷静下来之后 才决定以和平的方式来结局 或许也是因为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心知归宿 在和公司恩分手之后 黄日华决定不顾一切地追回梁洁华 最终在经历了好几次失败 而且不舍的举动之下 1987年 这对有情人终于重新复合 事而复得的经历 也让两个人更加明白 对方的难能可贵 在这一次复合之后 黄日华与梁洁华没有再吵过架 并且在彼此之间 更疼惜对方的情况之下 在复合的第二年年底 正式的入职登记结婚 1990年 黄日华与梁洁华喜欢女儿黄之情 因此婚合的生活 也让两个人感情愈发的稳定 后续包括是双方呢 多因为一些风言风语 传出过感情不合 甚至是婚变 但是每每于此 黄日华总是会坚定地站出来 用行动来激色谣言 而本以为夫妻两个人 会以这样平淡的方式度过后半生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切的变数 确实在2013年 因为梁洁华的入院而改变 那年11月底 媒体爆料称 梁洁华办上急性重病 入住清会医院接受治疗 在住院整整一个月之后 梁洁华才在农历新年期间 获得批准回家过年 那段时间 黄日华曾经多次地出入医院照顾妻子 虽然外界也曾经疯狂地询问 黄日华的具体细节 但疲于应对了媒体的黄日华 也是用美式会好起来之类的 拉花来搪塞 而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 2014年6月 当时梁洁华的病情得以控制 女儿黄志晴才在采访当中 承认了母亲黄洁华 患上了血癌 之后黄日华本人呢 也是承认了这个事实 并且透露爱妻前后 接受多达五次的化疗 而正因此啊 梁洁华在患病的那段时间 一度患上抑郁症 平时出行都需要一口罩遮面 但还好黄日华一直都陪在太太身旁 并且每一次都是紧握对方的手 最终成功用爱意 让梁洁华走出困境 而显然 这最值得一提的 还是黄日华在为那些年 为爱妻的付出 据悉 当年梁洁华因患病之后 因为身体的缘故 一直在医院住院 起初因为病情并不算太过严重 每个月包括治疗费和营养费在内 最多也不到十万 由于黄日华的家底后世 梁洁华早些年卖保险 也赚了不少 这对他们一家人来说 也算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加上梁洁华一直都有买楼的心愿 因此 为了让妻子能够更好地接受治疗 黄日华还去资近1900万元 以太太的名义买入了大富 聚豪天下小区内的独栋别墅 不过后续因为家人的骨髓不腐 加上后期医疗费用更高 这也使得梁洁华的治疗费用 飞快涨幅 仅仅半年时间 前后就是花了将近200万港币 眼看着原本因时的家底 愈发的前线 本就在娱乐圈扮演退的黄日华 选择疯狂地接通告来养家 那些年已经50岁的黄日华 不仅在疙瘩综艺上重新扮演 郭靖 乔峰等经典角色 而且他还四处走去 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商业 每一次在短视频平台 透露网友的镜头看到他时 他总是拿着弓箭 以中老年的身板 重现着当年弯弓射打雕的经典动作 这样的情况一次两次 网友倒是还接受 但久而久之 随着商业的次数增多 在很多不知情的网友来看 现在黄日华就是典型的吃牢本 靠着经典角色吃一辈子 但尽管外界嘲讽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是对于黄日华来说 只要是能够成功赚钱 让妻子恢复健康 他也是毫无所谓 而且当年黄日华之所以选择公布此事 也是因为那时的梁杰华 已经是抗案成功 据黄日华本人透露 当时医生仅要求梁杰华 在五年康复观察期内定时复诊即可 本以为爱妻经历磨难之后 重见天日 但没有想到 2018年 梁杰华又因为白血病复发而入院 最终生命永远的定格在了 2020年5月26日这一天 诚然因为妻子的缘故 黄日华这些年里老了很多 口碑也不如往年 包括最终的结构都使不尽人意 但或许在黄日华的眼里 至少他也努力过 甚至服输一切 虽然上天无法第二次眷顾妻子 但所有的人一定会相信 黄日华这份至死不渝的感情 妻子梁杰华上天之灵 会感到欣慰的 黄日华的女儿黄智琴 曾经在节目当中爆料说 父亲最爱的四件事就是老婆 奶茶 踢足球 吃面包 对此黄日华解释 老婆是自己选的 既然选择了她 那就要是好好待她 她数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 将刺画的男人英俊潇洒 神情专一 做她的妻子实在是一件 再幸福不过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娱乐圈 黄日华是绝对的男神 她与刘德华 梁朝伟 汤震 苗乔伟 并称为了TVB五虎将 她塑造了许多的成功角色 直到现在 她演绎的郭靖 乔峰 乃是观众心中的经典 连张曼玉 刘佳麟 都曾经被她的偏偏风度吸引 作家艺术更是直言 我是这样的喜欢她 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然而茫茫人海之中 她选择了梁洁华 梁洁华比黄日华长一岁 第八期的无线电视 议员训练班毕业 是黄日华的师姐 1979年 在电视剧上海滩的拍摄现场 18岁的黄日华遇上梁洁华 情斗初开 从此一眼万年 紧张繁重的议员训练之余 还有空侠追女载 黄日华此剧呢 对视个艺术 为此她还曾经被导师当众调侃 有同学在实习期间追尸一届 情长得意 黄日华的事业也是如火如荼 1981年 她担当电视剧过客的男主角 展现过出人的表演才华 一炮而红 1982年 她主演电视剧《香城浪子》 并且凭借着此剧成功上位 奠定了一线小声的地位 1983年 她与汪美龄主演的金庸武侠剧 射掉英雄传 轰动香港 竟然火遍全国 人红是非多 出了名的黄日华 陷入到各种各样的绯闻炒作当中 因为误会 她和梁洁华一度分手 但正是那次短暂地分开 让他们明白了 彼此在对方心中的地位 明白了互相信任的重要 最终 他们又走到一起 1988年水零七日 黄日华和梁洁华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黄日华变得很低调 2013年 两个人为了庆祝结婚 25周年 举办了迎婚慈善派对 邀请圈内众多好友参加 黄日华更是写下亲密话语 每天爱你多一些 他们情笔尖尖 在香港娱乐圈里 一时传为佳话